這三年來的疫情 事實上讓我從油溫民主變成農夫的一種狀況 那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那在農夫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它有點往下紮根比較平穩的一種狀況 那也蠻特別的 那我是一向都是游牧的狀況的時候 我是發覺人跟環境的磁場 它是有一種很特別的關係 所以生命之書這樣的東西 它的呈現就是比較的成 比較的平和的一種狀況 我的庭院種了很多的樹 那也有刺口啊 也有那個仙人掌啊 那也有那個九層葛啊 就是有很多的熱帶植物 那這些樹事實上它有些是 開花的時候非常的燦爛 那有些是像九層葛啊 就是很燦爛的 那像那個仙人掌 它有那種生命的力量 就是非常的堅強 那我覺得像這樣子的一個造型 影響我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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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響很大 從小我們在南南長大 所以它有很多那個 那個小巷子 那個老房子 那個牆壁都是斑坡的 那小孩子走路的時候就很喜歡 就是摸著那個牆壁這樣子走 那其實這個這樣子的行為 影響我長大以後在做作品 大概從大學開始 我的作品就沒有光滑 那是出造的 那我覺得出造的這樣子的記憶裡面 它事實上可以帶出那種時間感 可以帶出那種歷史感跟故事在裡面 那事實上每天在那個環境走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它有很多的造型 有很多的異意識很有意思 所以事實上像這個作品 它的樹幹 就是我前面的那棵大棵的那個 那個樹的造型 去把它呈現出來 今天我們就能夠zieć 在這組裡面 有很多東西 我們就能夠 Californierungs 讓我們回來了 我們就能夠了